那我们回到今天5月7号星期二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要进入我们五六月新学期的这个课程 那五六月新学期的课程呢 五月份我们会邀请林志诚老师以及陈宇佳老师呢 来给我们谈拥抱第三人生在这个星期二的时间 现在马上就请出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林志诚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到底退休的男人与女人 在失落心理上面有哪一些不一样呢 马上请出志诚老师有请 哈喽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关于退休男人与退休女人的失落心理大不同 那么首先 稍等一下 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 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 传统对男人与女人期待与要求 就是我们的传统 怎么去对待我们男人跟女人 那么从传统观念里面 大家都知道男为刚女为柔 就是我们一出生 好像说我们是婴儿 如果我们是爸爸妈妈也好 还是我们以前的爸爸妈妈也好 或他买玩具 给男孩子都会买一些好像说战争士兵 或者是这个汽车 或者是一些好像战斗机 等等的一些比较刚的一些玩具 给男的 那么给女孩呢 他就会买一些好像洋娃娃 好像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些玩具 给一些给女的 通常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么这就是以千古以来 就几千年到现在 就是传统社会对男跟女的 那种期待要求 就是男应该是港的 女应该是温柔的 有一句话 尤其是我从小都很深刻的 就是男人流血不流泪 这句话其实害得我很惨 为什么讲的害得我很惨 就导致我是一个 不管我多辛苦都好 都会不会让自己去 显露自己的那个 就是很软弱的一面 就是我很难会哭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传统观念 对我的一种约束 然后还有第二个观念 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就是男孩子呢 就是负责在外面工作赚钱 女孩子呢 就负责在家里面做家务 这个是传统社会 尤其是农业社会就开始的 男人就去耕种嘛 女孩子就负责在家 打扫家务 然后负责组一些 参事给家人 还有就是所谓 很多时候都是男人是主导 女人是辅助 虽然说几千年来 现在的社会还是有这种现象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国家的领导 大部分都是男的 一间公司的一些领导 大部分也是男的 一些社团的领导 大部分也是男的 那么有女的吗 也有的 女的可能要做一些比较属于文书的工作 还是比较辅助的工作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男人呢 是创事业的 女人是相夫教子的 他责任 男人就是在外面创业 女孩子就在家里面相夫教子 这就是我们讲传统男人 传统对男人跟女人的期待跟要求 当然人类文明进步 从农业社会 到了今天可能 到了今天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AI社会了 已经是我们讲科技社会了 就是人类文明一直在进步 然后女权抬头 女孩子的权力也抬头了 所以这些传统观念 逐渐被打破了 在现今的社会逐渐被打破 可是感觉上 他还是一样的牢牢的控制着我们 就是我说 上面的一些观念 那么我们了解了 传统的男人跟女人的期待之后 这对我们接下去谈的都很重要 就是关于我们退休男女的都很重要 那么男人跟女人呢 在性格上其实也是有差异的 男人怎么差异的 男人的价值 就是我们男人 怎么觉得有价值 就当我们达成目标 就是我们做到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了 那女人的价值来自哪里呢 来自关系的品质 就是女人觉得有价值 什么又有价值呢 当有人疼她 有人爱她 她跟她的父母的关系很好 跟丈夫的关系很好 跟孩子的关系很好 那么女人就会觉得有价值 所以在价值感上 男孩子跟女孩子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跟产业的 男人总会觉得说 我做任何事情 只要我达成目标 我达成我的目标 比如说很简单 我要买一辆名车 我买到那辆名车 我就觉得很有价值 我可能要在工作里面 我要成为总经理 我要成为部门经理 我要创业 要有自己的事业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就很努力的 去做到他们的目标 当他们做到那一刻 他们就觉得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而女人很多时候 就跟男人完全不同 这些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比较属于身外物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 大部分都可能是 他们比较在乎的是 关系的品质 所以他们比较在乎就是 他们与家人的关系 与爸爸妈妈的关系 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与丈夫与孩子的关系 对他们来讲 更有价值 如果关系都搞到不好 他们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差异会导致 男孩子跟女孩子 在生活的中心点 它会不同 男人的中心点 会放在工作 放在事业 女人的中心点 会放在家庭 尤其是关系 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么第二个性格差异 就是男人需要空间 女人需要说话 就是当我们面对 任何挑战的问题的时候 男人她是需要一个空间 可能她需要一个 自己的空间 去思考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女人就很奇怪了 她需要说话 所谓的需要说话 她就是需要找一个朋友 去倾诉 去告诉对方 我的问题什么 去说 将她的一些可能不满 可能不愉快的感觉 情绪都说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两个很大的差异 尤其是男孩子 跟你孩子 在一起的时候 男的有问题 她就喜欢 去找自我空间 她有问题 她不跟你谈 她可能就坐在那边 看报纸 看报纸 可能就是她的一个 私人空间 她可能就会找朋友 喝茶 喝酒 喝两杯 这就是她私人空间 她在这个私人空间里面 虽然她就找朋友 喝两杯 她也不会谈她的问题 她问题还会放在头脑里面 慢慢转 我怎么去解决 这个问题 我怎么去应对 会找方法 那女人完全不同 她面对挑战 面对问题的时候 面对情绪状态 她很喜欢找人来说话 她可能会找她闺蜜来说 可能会找丈夫 丈夫来说 可能丈夫就在忙着她自己 她要空间 就不大爱听她 那么这两个男女 她就可能会出现冲突 因为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是不同的 一个是需要空间 一个是需要分享 需要支持 第三就是 男人需要解决问题 女人需要讨论问题 这个其实跟上面的是有关系 男人就是有问题 需要去解决 女人有问题是什么 要去讨论 为什么会这样 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要怎么办 要做些什么东西 都喜欢去讲 去讨论 去找人讨论 找人讲 男人他不想讲 什么发生 对我不重要 现在更重要的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办法去解决他 所以处事方面 男人跟女人都有差别 还有就是 男人很多时候要感觉 被需要 女人是要感觉 被疼惜 两者是不同 什么是被需要 被需要就是 你有问题 你有些状况 你需要到我 打个比喻 你的家 里面的灯可能坏了 你需要我去帮你换 所以我是觉得被需要 还是你有些状况 比如说你要搬家 你需要人帮忙你去搬 还是帮忙你处理 我就感觉到 我会被需要 那女人 他是要觉得被疼惜的 他总要觉得 有人疼我 有人关心我 有人在乎 所以他们两个的 那个需要是不同 一个是要感觉被需要 一个是要感觉被疼惜 接下来 男人基本需要 是信任 男人其实很重要 信任对他来讲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相信他 他是能够将这个事情做好 打个比喻 他开车 载你去一个地方 我们是要相信他 他是有能力开车 选择他选择对的路 将你载到你要去的地方 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中 一直提醒 那红灯 这边那个 他就会有点生气 因为感觉上 好像你不相信我 难道我看不到红灯吗 我看不到对面有车吗 一直要你提醒我 对吧 所以男人是需要被信任的 当然他有时候 也会选择错误 他选择错误 他是希望 你能够 我们能够接受他 当然男人也需要 我们去感激他 赞美肯定 鼓励都很重要的 对一个男人来说 那对女人来说 他需要的是关心 刚才讲了嘛 女孩子就希望被疼惜 你关心我 你了解我 你在乎我 你在关注我 你知道我今天 我好像有点伤风 哇 你都能够察觉到 所以我觉得 哇 你很疼我 小小的变化 他今天去捡了一个很美丽的头发 捡了很短的头发 你又回到家 你就注意到了 有些男人真的没有注意到 他捡了头发 好像没看到 你注意到了 他们觉得你很关心我 你很疼我 女人也希望被了解 就是你明白我在想什么 你明白我要什么 他也希望尊重 忠诚也很重要 对女人来说 认同安慰 这都是女人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看 男人跟女人的性格的差异 这边我们谈了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传统对男人跟女人的期待 第二个就是男人跟女人的性格上的差异 就两个人对价值观 对处理冲突 处理情绪的问题的方式 对感觉 对他的感受 一个是感觉需要一个被疼惜 他们都不同的 而这些不同都会影响到说 我们退休后 就是一个可能以前很忙的在工作的一个男人 一个就是可能 现在女人都可能需要工作 要内外兼顾 就是要外也要内 因为内的家务还是要做 要照顾孩子 那么两个人都现在来到了退休 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人生 怎么一起过呢 这个传统的期待跟性格的差异 都会影响他们 如何一起去过这个退休的生活 如何去面对退休后的那个失落感 好了我们就看看 现在有退休男人跟退休女人 退休男人退休女人 他们是有什么不同 男跟女有什么不同 对男人来说 从工作退下来 我就拥有情限 因为很多时候 男主外 男人都在外面 很多时候他就早上去上班 可能下班要五六点 五六点后可能还有应酬 回到家可能十点 每周如一日 现在还好 很多大部分都是五天工作天 所以还有星期六星期日 以前要六天工作天 可能星期六都没有了 而且有些星期六星期段 还要去应酬 他的生活这样子 从他毕业后 可能大概二十五六岁 一直到五六十岁 他退休 可能六十岁 可能是六十五退休 他的生活都是这样过的 现在退下来了 好像一下子不用上班了 也不用烦工作了 不用创业了 那感觉就是 他真的是拥有很多的情限 对女人来说 他就另外一回事 他可能有工作 他可以退休 他退下来 但是他不能从家务里面退下来 家务他还是要做 就要扫地 骂地 洗衣 我还要准备这个早餐 午餐 晚餐给丈夫 给家人 这个是他退不下来的 所以 女人退休后 他不一定拥有情限 他可能会更忙 为什么我讲他可能会更忙 我们就要看下一个 男人可能退休 情限有了 他是陪孙子 什么叫陪孙子 就是 孙子要玩就陪陪他 那女人呢 他是要照顾孙子 什么叫照顾生孙子 你要照顾他冲凉 我们要照顾他刺 要照顾他换衣服 洗手洗脚 注意卫生 上厕所大小便 这都是一片工作来的 所以退休女人 当然很多很多些退休妇女 他都很开心 很开心 能够去照顾孙子 而且有一些如果孩子 孩子 比如说我的孩子是工作 我的媳妇也工作 或是我女儿工作 我的女婿也工作 而且很忙的 他就会将他的孙子丢 丢给那个婆婆 就是你的妈妈照顾 丢给她照顾 那我们就要去照顾了 那个照顾 就早上上班 就将孙子丢过来 晚上下班才接回去 有些人甚至20只小时 放在那边 所以他退休后的生活 反而 因为要照顾孩子 照顾孙子 这就是退休男人 跟女人的不同 当然 现在我们说 现在社会可能比较公平 现在可能男孩子 就是退休男人 也可能会帮忙退休女人 去照顾他的孙子 从总而来说 男人退休 他拥有的退休金 会比女人更多 一般上 不管很多 我看过很多一些统计 包括马来西亚的EBF 也一样 男人的存款 会比女人多 所以他拥有更多退休金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 他拥有更多的权利 他经济上 他拥有更多的安全感 如果比较女人 女人他就少了这方面 他就可能会 要依赖男人 来生活 依赖孩子来生活 当然 现在很多四月女人 他也可能很有 可以很有钱 我是同个来说 他可以很有钱 当然有一个差别 就是女人拥有更多朋友 如果比较一个退休男人 跟退休女人 女人会拥有更多朋友 他有什么朋友 很简单 他去菜市场买菜 他有买菜的朋友 他去早上 他可能会去乘运 可能去乘运 有些去打太极 有些去坐着跳着广场 他有他成运的朋友 当然他也有他旅游的朋友 就是休闲的朋友 有些说 有时有一日旅游 两日旅游 他们就会参与 男孩子就可能 哎呀不屑这种旅游 他有旅游的朋友 所以他感觉到 女人的社交圈子 如果比起退休男人 他好像更加的多样化 所以说男人拥有更多退休心 女人拥有更多朋友 退休男人 跟退休女的宝 当然 退休男人 他会失去人生目标 以前为事业而聘 退休了 好像 都没有事业要聘 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他就有那种 失落感的 价值感的失落 就是 觉得自己 没事干了 好像 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 好像 睡醒 吃早餐 吃完早餐 看新闻 看完新闻 吃午餐 吃完午餐 看新闻 看电视 看完电视 睡觉 第二天 就如此 就如此 他生活就好像 觉得很平淡 那女人他就不同 退休女人 他退休错误 他会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做什么呢 去照顾你这个丈夫 去照顾我孙子 去关心我孩子 去跟我朋友 交流 去跟邻居 女孩子 女孩子就是很容易 跟别人 有那个互动 互动 所以 关系会改善 会觉得 哇 就是退休了 更多时间 跟人相处 而这种相处呢 对女人来说 其实很重要 因为女人的价值 来自 关系的品质 所以 价值感 可能女人会提升 还有就是 男孩子 比较出现 所谓的 退休症候群 就是 退休后的一种 不适应的现象 不适应就是 应该是 上一堂 我有讲过 这个退休症候群 不适应的一个现象 而女孩子 会比较容易适应 因为女孩子 在他人生里面 他不只是会工作的 他结婚 或成为太太 成为太太之后 他可能要生孩子 他可能会休息 一段日子 他说他可能 他不是一直在事业里面 他生活会变化很多 他生了孩子 要作业 作业就没做工 有可能会辞退一段时 等孩子两三岁 才会去出去找工作 都会有这种现象的 所以他会比较容易适应 这种变化的一些生活 所以说 男人退休男人 他赶上好像家庭的闲人 没事干嘛 就是早上看电视 吃早餐看电视 这碗家附近 有些走出出境的一些茶餐厅 跟人聊聊天 喝喝茶 有些当然会走到公园里面 去散散步 有些 现在如果是在吉隆坡 比较多样化的城市 他们有人去那种 好像卡拉OK 唱歌 跟朋友喝两杯 这样的情况 但是感觉到 好像是在家里面是闲人 而反人 退休女人 他感觉好像是 家庭关系的 那个 为父的一个支柱 他会关心孩子 女儿 他的状况 孙儿几时生日 他会帮孙儿庆祝生日 或你的老伴 你几时心情不好 还是什么特别的职位 我会帮你安排 他感觉就是一种 家庭支柱 所以孩子要孙儿 都会跑去婆婆 跑去妈妈那边 感觉好像是这样子 所以角色上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退休男人 跟退休女人之后的 一种状态 那这状态也会影响到 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失落感 失落感 那现在 我所谓的失落就是 对一些事情 对我打出来 是有过他被剥夺了 被剥夺 什么叫被剥夺 很简单 可能大家有会有 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打个比喻 我最近我妈妈 就是我有一个阿姨 她因为丈夫去世了 她没有孩子了 就一个人住在家 那么这种亲戚朋友 就担心她 而且她的行动 又不很方便 就是说 不如安排一个养老院给她 最少有人照顾 不是一个人 就安排养老院 可是她就是 在压老院她就是那种 感觉就是 不喜欢 不喜欢 想尽办法 做grab都要跑回家 所以 其他的安排 都好像 空这样 她就是跑回家 为什么呢 对她来讲 她的家 虽然说不是 一个豪宅 她的家 是很有意义的 她跟她的丈夫 就生存在这个地方 携手 两个人过了一生 现在丈夫离开了 虽然是剩下我一个人 但我还是想要带在家 虽然没有人陪我 没有人照顾我 我还是想办法要带在家 对她来讲 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如果剥夺她 硬硬要将她送去 两老爷就有人照顾 有人看 对她来讲 就是剥夺她 跟她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她就带给她 这种适落感 或许是 失去 就是我失去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 我失去工作 我失去家人 我失去收入 这些都可能会导致适落感 包括其他落空 都会有适落感 现在有一些例子 清流离世 试念 搬家 事业等等 都会带来适落感 刚才谈的 我们一般上是谈老 就是一般人的适落感 我们来看看老人的适落感 所谓老人 就是退休人士的适落感 它是来自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 让他们感觉到很适落 第一点就是 无聊的生活 无聊的生活 好像我那天真的 我去看我这个阿姨 就是送了老人 最后他自己要跑回家 就担心他 我就去家 我去到家 我会觉得 他的生活会很无聊 我的感觉会是这样子 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就坐在家里面 早上起床就坐在椅子 就坐在那边 然后午餐 就准备一些吃 就坐在那边 那生活真的很无聊 这种无聊的生活 会让人觉得很失落的 会让人觉得很失落 还有就是孤独感 孤独感 尤其是我们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 退休之后 可能要七十岁八十岁 七八十岁 七八十岁的时候 朋友会开始离去 离去 朋友离去 孩子也长大 孙子也长有他自己生活 陪伴的时间也少了 而且自己行动也很不方便 可能就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你叫他去旅行他就不想 因为走路不方便 你叫他出去 除非有必要去买一些东西 我才出去 如果不要 我要带在家 所以他那个孤独感 也会让人 让人觉得很失落的 还有就是无价值感 无价值感 就是感觉好像 我已经是社会的负担了 我好像是一种负担 我孩子的负担 要不要 照顾我 我都没有贡献 衰老现象 衰老现象其实是蛮可怕的 衰老 就是我开始行动不变 眼睛看不清楚 讲话越来越小声 记忆力越来越差 听不清楚 这种就是衰老现象 衰老就是 它不是一种病 衰老 衰老就是我们的器官 慢慢的 没有 它的表现没有那么好 走路的时候膝盖会痛 然后腰骨很容易痛 那骨特别脆 一下子不小心跌倒 就可能骨折 或者是跌到肌肉很痛 然后手这边又痛 然后 可能晚上 又很容易失眠 睡不着 然后 还不要紧 这种是衰老现象 还有病啊 所谓有病就是 可能我会有一些 痰疗病啊 还是可能啊 高血液啊等等啊 然后要去吃药 要去看医生 要长期吃药 这种多病啊 年老多病 我包括 我包括 很想 感染的 失去 失去 你的能力啊 就是 不可能 要 躺在 床上啊 要等人 人家来找 病友的去 然后尤其是 被我 被我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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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说啊 对 你去 因为现在没有收入了 自己退休金有多 然后孩子可以 我可以花 三千块 现在孩子 不得一千块 所以我要算了 现在东西那么贵 所以那个 没有安全 感 也会让 他们 觉得 失落 就看自己的 退休金有多少 要怎么 有那个 失落 这些都 退休 跟退休你的 他有差异的 他有差异的 男人会因为 失去工作 失去社会觉识 失去人生 价值很失落 因为以前 我刚才讲了 男人的价值 就来自目标的达成 他要创业 他能够做到 他就很有 很有价值 他在工作里面 能够做到领导 做到经理 做到总经理 他很有价值 现在什么都不是 可能我是工程师 我设计了一些 就是他们 失落感的 一些 来源 然后 还有就是 第二就是 我觉得 男人的 价值来自 被需要 他越觉得 被需要 就你需要我 没有我 你不行 他就很有价值感 在退休之后 就失去了 这所谓的 被需要 尤其是 年纪越来越大 那个被需要的感觉 就越来越 好像没有了 都会让 让男人觉得 失落 当然衰老现象 导致能力 下降 反正的无力感 就是很简单的 以前可能我 我做东西 我动作很快 我去 过过shopping 他们都要等我 因为我跑得特别慢 尤其上楼梯 我要慢慢服 这些都会让人觉得 很无力 无用感 然后 独立自主 生活 以前要独立自主 现在开始 要依赖别人 以前 我还可以开车 自己去吃 要吃 去吃什么 吃什么 现在钱又不大多 要吃 又要想良想 而且到最后 要脚痛 帅老现象 麻烦能帮我 帮我买东西回来 而且可能到一天 我卧床了 完全要依赖别人的照顾 这都会是 失落感的一个 很主要的原因 生活圈子萎缩 以前工作很多朋友 有顾客 有同事 有供应商 还有一些社团的朋友 有一些可能我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朋友 社会牵制很大 退休后 慢慢 可能你60岁退友 你60岁75岁 还不错 65岁到70岁 好像朋友也来少了 到了70岁 更少 到了80岁 好像剩下自己 他的孤独感就会来 还有就经济 能力下降 没有安全感 经济能力对一个男人来想很重要 那女人呢 他的失落感来自什么地方 外貌 衰老了 没有以前 不再年轻美丽了 女孩子就是年轻美丽 就会被关注 衰老的无虑感 然后失去被疼戏的价值 价值感 就是 女孩子就是喜欢人家疼我 到自己老了之后 身边人 围造我们的人会少了 少了 少了之后 关心我的人也开始少了 疼我的人少了 可能只有我的老伴 可能老伴 老到好像都很模糊 也不懂得疼我了 所以 失去疼戏感 让他们觉得 没有价值 这都会是他们 失落的一个原因 还有 老伴衰老的挑战 就是 我的老伴 就是我的丈夫 他衰老 哎呦 他跌倒了 哎呦又不能走 每天呆在家 看到他这样闷 哎呦我都很心疼啊 可是 哎呦我又不能做什么 所以 会让他觉得很失落的 老伴啊 老伴的问题 会让他觉得很失落 然后孩子 女孩子特别关心了 孩子的事业啦 他的婚姻啦 他的孙啦 怎么样啦 这都会让他觉得焦虑啊 这都会让他觉得有那个失落感啊 亲友的离去的悲伤感 还有多病啊 你的无助感 所以你看啊 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啊 他的失落感来源啊 我总结一下啊 他的失落感来源 你看啊 孤老无益的孤独感 你看 男人啊 他的失落感来源是 失去对社会贡献的 对社会或者家人贡献的价值感 他好像没有办法再贡献了 没有办法觉得被需要了 还要别人照顾我了 所以这种因素会导致他很失落 就是我没有机会再贡献 再去为社会做点东西 再为家人做点 让他们觉得没有价值了 女人呢 她会是因为失去关系为中心的关爱感 就是我不再是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了 而且关心我的 恨爱的我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疏远了 所以 失去了这个关爱感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落 所以男孩子跟女孩 男人跟女人 他的失落感的来源不同了 一个是因为不能再为社会家庭做贡献 所以我觉得很失落 一个是因为 我不再是别人恨戏的对象 我不再是关注的对象 我觉得很失落 所以他失落感来源 他是有差异的 好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退休男人跟退休女人 面对失落 就是面对所谓的情绪波动不好 他们是会怎么应对 其实 当然我们普遍上有一些失落的处理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是看普遍上男人跟女人 他的差别在 太难以 空间了 所以男人失落的时候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是需要去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就是他们可能自己希望躲起来 自己个人去散步 可能自己个人躲在那边看电视 可是不是看电视 可能他看的人 他都不懂 比如说 他可能不懂英文的 你看他看一个英文新闻 他可能不是因为看电视 他在思考 他在思考 他最主要是 解决失落的方式 他会去想办法 当然 更重要的时候 他是要被信任 所以他需要说 其他人相信 我是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是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来帮我 给我一个空间 我就想要怎么去解决 然后男人 他会透过转移的方式 去应对他的情绪困扰 所谓的转移 转移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 今天我心情很失落 很低落 很不高 你会看到 可能我不会去 去看我的这个失落心情 他们会做什么 做其他东西 做什么呢 看电视 转移嘛 看电视 可能他出去 找朋友喝场 去唱卡拉OK 他们会转移 他们会将他的东西 转移 将他重点 从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转移到其他的事 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而导致 他会将他不愉快的东西 放在一边 因为我专注点 在别的事情上了 男人会是这样 去处理他的情绪 所以看到男人不开心的时候 他会做很多东西 因为他要转移 转移 当然 如果说老伴 男女的一种相处 就是当 当你的另外一伴 就是你的丈夫 处于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他需要空间去思考 我们就给他这个空间 他需要转移 我就让他去转移 总之你处理 我们要信任他 他会回来的 除非他们提出要求 我们就给应协助 除非他提出要求 如果没有 我们也不需要说故意要去帮他 因为他需要空间 你闯入他空间 打扰他 我怎么可以帮到你 你告诉我 我能为你做任何东西的 他会很烦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想到需要你帮我 我会找你 这是男人在处理 他的失落的一种状况 女人 她是需要透过分享的 倾诉 倾诉 女人当只有被聆听 被了解 被关心 被安慰 去处理她的失落感 也就是女人 她很失落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期待的就是 有客人在她旁边 听她说 我们说很多东西 听不知道 那个听的人还要了解她 我了解你 你现在很伤心 对对对 你需要别人更给你支持 然后放心安慰 这样子 处理她失落感 所以男孩子 跟女孩子完全不同 处理失落的时候 小姐 被支持的方式 是运对情绪困扰 男人是转移 她去做别的东西 转移注意力 让自己不要去想 这个不开心的东西 女人就不同了 她要透过分享 我被了解 被关心 我得到支持 得到了解的方式 她会觉得很好 因为你了解我心情不好 你支持我 我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两者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 如果这边有很多男性 我不知道很多老婆老婆 如果你现在 属于这种失落的状况 情绪不好的状况 我们要主动去了解 跟关心她 不是关系 打错词 关心她 的情绪问题 我们主动 今天看你好像心情不好 不开心 来什么事吗 来你来告诉我 我就坐在那边听就好 也不用给意见了 不过男孩子要注意 因为男孩子是解决问题 他很喜欢给意见 他会告诉你 你这样做 这样做 就没事了 你这样做 因为他是解决问题的动物 所以我们不要做解决问题的动物 我们坐下听就好了 听 然后如果你学会去同理 就同理一下 就重复他讲的东西 然后就将他的情绪讲出来 他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所以两者之间处理失落感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好了 这样我们讲 失落感 一般上我们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没男女之分 这个一般的处理方式 常态就是我现在心情很好 结果 孩子发生事情 就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我失去工作 失去生活方向 经济安全感 那个签算来算去 不够用到80岁 哎哟惨了 我用到75岁了 每个月 打个比喻了 我每个月用3000块 我用到70岁就用完了 还是用到75岁就用完了 哎哟 我还打算活到80岁 怎么办呢 要靠孩子嘛 如果孩子 如果有些没有孩子 哎哟 我要怎么办呢 我还打算活到90岁 这个就所谓讲的 经济没有安全感 他就会很失落 哎哟惨了 我可能要不要助老人 要别人养我 等等的想法就会出来 这就所谓的一些生活事件 让我们觉得失落的 身体能力衰退 生病 我很健康的 无端端 远出血压太高 医生告诉我 长期要吃 这个所谓的 降血的药 长期要吃 所谓的糖尿病的药 哇这都是 对我来说 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失去依靠了 什么依靠就是 可能孩子 因为一些事情 离开了 我们去出国了 失去 没有人照顾我 还是太太 亲友离去 这都是一些 失落的一些现象 就是生活事件 就导致失落感 在失落感的整个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揭露机制的 让我们恢复稳定状态 让我们接 我们 我们 让 变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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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志诚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拥抱第三人生的课 不晓得我们的老爸老妈们 上了感觉怎么样 那有没有想到说 这个部分在我们听起来 好像我们可能过了这个时间 如果能够给我们现在可能 30岁或40岁或者50岁 准备退休的这些子女 或者是一些朋友亲戚来听 会不会让他们可以提早 做好一些准备 那可能减少这样子 一个性别之间的差异的一种摩擦 可能是夫妻之间的 可能是手足之间的 或者是亲友之间的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个拥抱第三人生的课呢 我们在这个五月份呢 会给大家安排四堂课 那我们下星期 我们志诚老师还会再继续的来跟我们谈 怎么样明智与温柔的去对待 我们老伴退休整口群 那这个五月的第三周跟第四周呢 我们邀请到台湾教务心理研究院 陈宇佳博士 也是我们博士们学院的这个顾问 来跟我们谈 生活被经济打压 我们要怎么来乐活 过好我们下半辈子 第四堂课是面对疾病的困扰 我们又要如何乐活的 过好我们下半辈子 那这是我们为大家特别设计的 这个拥抱第三人生的五月份的课 欢迎大家胡捧唤友一起来关注 那我们也为了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或者是成年人 怎么样来面对自己下半辈子的 这个下半场人生的这个部分 博士尼学院呢 在今年的六月一号到三号 我们也特别规划了一场 第三人生的规划的一个工作方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 欢迎大家也可以双人行 上课有特别的一个优惠 那一起来规划了 那从心理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这个这个绝佳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我们在理财的部分 包括我们要怎么来过好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工作方的内容 那希望呢能够从六大方面 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思考 探索你想要的第三人生 下半场人生 然后能够好好的去做好规划 现在可能就从三十岁 四十岁或五十岁 做好必须要有的一个准备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 衔接到我们的第三人生去 那就可以更好的去我们所谓的这个成功老化这件事情 好 那详情呢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博博面子书去看这个详情 以及报名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志诚老师呢 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堂课 让我们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的第三人生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安排了 系列的这个拥抱第三人生的课 那处货的朋友 我们多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博博面子书 或博博YouTube 或甚至是我们的博博网站去看 那我们明天呢 是我们来到星期三 那明天呢 我们星期三照样给大家安排营养跟照顾客 那我们明天很特别的邀请到了来自台湾 慈济基金会钢山失智据点的中益镜社公司 来跟我们谈谈正顾轻度失智患者 要注意哪些事项 明天同样的时间 9点半我们再上课咯 在这边再一次谢谢 谢谢面子书朋友的参与 也谢谢中奖堂老爸老妈的参与 谢谢博博生命学院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星中入报医势力 以及星期元乐理管理学院的这个面子书联合直播 还有很多个人面子书的联合直播 我们都非常非常感动了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中奖堂的小小时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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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